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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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了 智能物流的一個 產線示範場域 那在我的左手邊的部分呢 是屬於智慧製造的一個場域 那在我右手邊的部分呢 是屬於智能物流的場域 那今天 讓我們 就是帶大家來揭開這個 智慧工廠的一個神秘面紗 那讓我們可以 透過一些實作的一些操作 來了解到就是 客戶端如果就是下單到企業的時候 那企業怎麼將這些原物料的部分 來經過智慧工廠的一個工序的製造 然後生產成成品之後 然後出貨給客戶 好 那這張圖呢 是我們一個智慧製造 產線示範的一個 教學場域的示意圖 那 後方的這個部分呢 他有很多的加工機台 跟機業手臂所組成 那他是一個彈性製造的一個系統 那在我的右手方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倉儲的一個接駁區 那他這邊的部分會有 就是倉儲管理的系統 然後會控制AGV跟CPU的一個派遣任務 那在我的門口的左手方的這個區塊呢 是屬於智能物流的部分 那這個區塊主要是講解 就是現在目前電子標籤剪料 那取代就是傳統人工去倉儲剪料的一個動作 那現在目前的剪料方式 是由AGV的部分載運活動料架上面的商品 然後到指定的地點 由人工來做剪選的動作 好 在進入今天的食物操作之前 先給大家一個系統流程的概念 好 那待會兒我的大港裡面 大概會有分為幾個主題 第一個部分是 智慧工廠聚光 那再過來是智慧工廠的營運管理 那第三個部分是智能物流的系統 首先是智慧工廠聚光 那在一個大型的一個智慧工廠的裡面 大概有涵蓋了哪些功能的項目 好 我們可以先從這張圖來看 那首先是工廠運運管理 那首先是工廠運運管理 好 再過來是通訊基聯 智慧製造 包裝物流 好 跟智能倉儲 好 大概分為這幾個部分 那在我們的現場的智慧製造產線裡面 也涵蓋了這幾種元素 好 那包含了彈性製造系統 這是屬於跟智慧製造比較相關的 好 這塊是智能倉儲 好 智能物流 好 暫行系統 好 通訊基聯 跟工廠運運管理 好 那在 智慧工廠的一個管理架構 由上到下 那是呈現一個精緻打型的一個形狀 那在最頂端的這個部分是屬於 企業資源規劃的一個系統 那ERP的系統簡單來說就是企業或組織用來管理日常業務的一種軟體 那在上面大概包含了幾個項目 包含了人事 採購 會計 還有供應鏈的管理 好 就是負責經銷存的一個作業 好 那中間的這個在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所謂的 先進規劃排程 就是FPS 還有 製造執行系統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比較相關是在製造執行系統這個區塊 好 那第三個部分是屬於監控的一個Level 那他在 他大概有含了幾個系統在裡面 第一個部分就是MCS MCS系統 就是 Materials Control System 跟 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 常駐管理系統 那在 這個 這個 方面呢 通常會跟一個 底下的一個數據採取的系統去做接接 好 在下面的是控制系統 好 就是所謂PLC或者是一些揮處器 那最底層的部分就是 像一般設備 Sensor 或者是一些驅動器 好 在功能 系統的功能模組規劃方面呢 那剛剛上述提到的像MES WMS 然後MCS 好 然後還有播種用的一些 作業的一些功能 大概羅列在這上面 大家請參閱 那這個部分主要就是 依據客戶的需求 來做功能的規劃 好 好 那在智能工廠的音樂管理部分 主要分三個主題 第一個部分是MES 那在MES的部分呢 從自訂的建立 生產幣的派單 那生產幣自成的建立 到派工 然後到報工 這幾個流程 那中間的部分呢 就是會把一些 像 製程的一個履歷的部分呢 去做回報 那在執行的個案方面呢 包含了一些主要功能 像生產排程 公單管理 生產批派工 任務的進出站管制 生產履歷 機台 加動及任務 列表 然後還有 數據量 設計 趨勢的分析 加動時間的回顧等等 好接下來是MCS系統 那在MCS系統方面呢 主要執行個案範例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屬於一個 電擊常駐的一個系統 好這邊會有去做一些 物料的管控 及拍單 好 那底下這個部分是屬於一個 沖床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部分 會去檢控到很多的抑制感測的部分 那包含了油料啦 壓力啦 能源管理啦 或者是一些震動啦 噪音啦 或者是溫度的一個管控 那其中呢 這個應用上 有可能會搭配一些像 PDA啊 或者是 手機啊 來去做區域聯網動作 那他可以去看到 監控到現在目前的一些 Sensor 所揮揮出來的狀態 那底下這個案例呢 是一個 枯金的一個系統 那這是 一個 枯金的一個 個案 那右手邊我們可以看到 他會搭配的一些 像 機械手 然後 還可以去做 加工的上下料 然後 輸送帶有控制等等 好 那接下來是WMS系統 那創組管理系統方面呢 我這邊是 舉例一個 花谷的一個 自行車花谷的一個製造 去毛邊的一個系統 那 中間的部分 可能會搭配一些 像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 可能是 APP 來做一個 上下料 好 做物料綁定的動作 那右手邊的這個部分呢 可以看到 我們的 WMS的介面裡面 可能會有 長處的一個管理 或者是 長處的使用狀態 現在目前的使用率 那下方這個部分 就是可能 現場的一個 長處裡面的一個 加工狀態 還有機台啊 機械手這些的 加工狀態 好 那這個是一個 剛剛說到一個 定級艙的一個 案例 好 那在我們的 目前的 現場的這個 WMS系統裡面呢 主要就是會有一個 倉儲的一個 中欄 跟一個 減尿站的一個 燒錄作業 好 這是一個示意圖 好 那其中呢 還包括了一個 嗯 AGV 或者是 CTU的一個 調度系統 這個部分 也是由WMS來做 監控 那即時的可以 將 這些 AGV的 搬運狀態 還有任務執行的狀態 然後顯示在介面上 好最後是 智能物流的系統 那播種式的一個 減貨系統呢 那其實就是 代表一個 電子標籤 就代表一個 訂單的客戶 那也就是說 一個電子標籤 以前就代表一張訂單 那今天 呃 今天人工只要 依據來料的AGV 那依據圖示上面的顯示 那這樣物料 要 檢選到 所謂的訂單 的 格子內 那 當這個訂單 格子 就是填滿之後 那表示說 我現在目前的 物料已經 剪完了 那隨即 系統就會控制 電子標籤 去做 點亮的動作 燈號的指示跟顯示 作詞 好 那現場 現場部分呢 我們大概可以看一下 大概分為幾個區塊 第一個就是減貨的部分 第二個區塊是包裝 第三個部分是補貨 那在一個代命區的部分主要是擺放的是活動式的料價 主要由AGV來做進行載運 載運到補貨區 那 或者是撿貨區 那 這 欸 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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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提到就是人員會根據螢幕上的提示 及電子標籤的指示 或者是投影的引導 來將物料拣選到我們的訂單的料格上 那並在電子標籤上面做確認 確認完成之後再由包裝人員進行做減料的包裝 那如果說今天在活動料架上面的數量是不足的 那系統會自動的請AGV載運到補貨區 那由補貨人員來做商家的動作 好 這是一個 播種作業的一個通訊架構 從OMS的訂單管理 到 WMS 然後再到WCS WCS的部分 他會去控制就是 CAPS就是電子表現減貨系統 那在底層的部分還有 一個機器人的一個控制系統 主要做負責車輛的調度跟交管 派遣等等 在播種的作業流程方面 主要我們就是模擬網路系統下單之後有OMS接單 那經過WMS的庫存調搏之後 那當我的庫存量大於訂單量 那系統會自動的去確認說是否要做補貨 或是減貨的作業 庫存量如果小於訂單量 那表示庫存不足 那採自製鍵或者是外購鍵來處理 好 那底下這個部分是播種減貨的一個執行步驟 從WMS 派遣給 底下的電子標籤減貨系統 那人員根據物料的部分來做檢選 檢選完之後做 包裝及貼標 然後做系統的銷帳 那這邊的部分 最後面 就是 就是將 將物料部分做 評管然後做出貨 那在包裝的過程當中我們會有一些 監視器的部分來確認人員包裝的狀態 那以下這個部分是執行的步驟請參閱 那接下來是播種的一個補貨 作業的一個執行步驟 那剛剛提到就是 由WMS 做同手分配 那 如果說今天在 活動料價上面的物料不足 他會先進行做補貨的動作 然後 不貨完整活動料價會回到等待區 或者是 有任務派遣的時候他會直接 先進油補貨區再到檢貨區 那以下是他的執行步驟請參閱 好 那 以整體的現場的一個 智慧製造產線的一個供應區塊的 的部分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描述 首先在我們的中間上方的這個位置 主要就是一個撿貨區 主要製作無料的燒入機綁定 然後到上架 那右手邊的這個部分是屬於出貨的 出貨區 好 那在倉儲的部分呢 主要由WMS來做空管 那其中呢包含了 背料自動倉儲 跟 邊線自動倉儲 那配合 彈性製造 區塊的一個作業 好 那所以 人工的部分一開始 從燒路綁定之後 將物料 上料到背料倉儲 再由CTU跟HVE的部分來做 做角落跟結構之後呢 然後將這個物料載儲到 彈性製造區來製造 來執行生產 那彈性製造區的部分呢主要就是 以物軸的加工區為主 那其中呢 搭配 機械手臂來做上下料的動作 那資訊掛取的部分主要是透過EAP回饋到 上位系統 中間這個部分是屬於 智慧製造管理的一個模組 那包含剛剛提到的MES MC4 還有安徵系統的部分 那在右上角這個區塊呢主要就是播種區塊 剛剛提到介紹的像 播種區、包裝區、補貨區等等 好那 那 今天我們會做的 實務操作的流程呢 那我們就模擬一個 客戶下訂單之後 然後透過 企業的一個 資源規劃就是 ERP系統 再到我們的 MES系統之後呢 會去做空彈的開力 還有就是空彈開力跟物料的上架 那 接下來會去做生產的製造 製造完成之後 進行出貨 出貨之後 然後 再回報給 上位的系統 來回報給 企業資訊的 企業資源管理的系統來做產品的出貨 這站的部分主要是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們剛剛稍早提到了就是 客戶端如果下訂單之後 我們的訂單資訊怎麼 讓一個 原物料的 一個物品 然後 經過這個 智慧工廠的一個製造之後呢 會形成成品 然後 來 把這個成品出貨到客戶端 那在 智慧工廠裡面呢 跟這些物料行情相關的就是一個 WMS系統 它是Warehouse的 Management System 那 從這個 倉儲管理系統裡面呢 大概我們的 介面上面 有分為幾個操作 第一個是 所謂操作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監控的部分 第三個部分是統計的部分 第四 是維護 然後在一個系統設定 那在我們的 這套系統裡面呢 跟我們比較會息息相關的 是在於 減料入庫的系統 好 那這邊減料入庫的系統 待會會有一個實際上的一個演練 那 目前我們 先就 介面上的部分我們來 看一下 左上角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的一個 就是物料擺放的一個示意圖 它是代表料盤的資訊 那在下方的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的料盤的一個燒入的歷程 就是說 歷史的這些綁定燒入上架的 的這些資訊呢 都會記錄在這邊的歷程資料裡面 那右邊是一個減料入庫的一個系統 那它有分為工站 還有燒入人員 料盤的編號 然後還有物料的種類 那物料種類的部分呢 它就可以選擇你的零件 還有加工的一個製品 然後我們可以來做一個綁定 那燒入的數量的部分呢 則是由人工來做 實際上裝填物料之後的一個輸入 那接下來呢 如果 我今天這個物料的部分 我需要綁定倉位 我希望它 可以 指定到哪一個倉位 或者是 你如果沒有勾選指定倉位 那則由 WMS的系統來幫你 自動做那個倉位的分派 那假設我有指定倉位的部分 我就會點選我現在目前 的一個物料的位置 那這個物料位置就是代表 前方所看到的這個 被料倉儲的一個 系統的料架 那在這個料架上面呢 它會有顯示 每一個廚位的料盤資訊 來可供做上架的一個選擇 好 那接下來我們切到原來的主系統 那主系統裡面呢 除了減料入庫之外呢 另外一個就是成品出庫 那成品出庫的 4E的介面跟減料入庫 其實差不多 但是它這邊 在左上角的部分多了一個 未加工 已完成 還有異常狀態 那這邊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在加工的過程當中呢 機台裡面會有一些 量測尺寸的一個軟體 那它判定完成了之後呢 會將的 將把那個量測的這些 異常或者是 有問題的資訊呢 它會顯示在這個示意圖上面 那就可以方便我們 成品出庫人員呢 來做一個Double Check 好 那 左下角這個部分呢 是屬於料盤的一個 出庫的歷程紀錄 好 那右手邊的這個介面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差別在於說 成品出庫的部分 它有分為 成品出庫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原物料出庫 當你點選 成品出庫的部分就是 把加工的 成品的部分 做出庫 那原物料的部分呢 再等一下的部分也會有一個原物料上架 及原物料出庫的一個動作 那再 由示範的部分來跟大家做細部的說明 倉位的選擇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如果我是選擇成品出庫的話 那它指定的倉儲的部分就會選擇在我左手方 這個線邊唱的部分 那藍色的部分是代表說 我已經加工完成的資訊 像比如說我黃色的部分 這個是 就是 還沒加工的部分 那現在目前可能是屬於代加工 好 那我選擇完之後呢 出庫的部分它會做一個 加工完成 還有加工不良 還有未加工的數量的統計 好 那這樣我就可以 去做到一個 成品出庫的動作 好接下來 我們在整個操作界面上呢 另外一個息息相關就是監控 那在監控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會有一個 整體的 Overall的 Picture 那它這個 Hoppture的部分呢 主要有 幾個狀態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我們的 畫面的 前世的這個部分呢 這個是 整個 倉儲的 擺放 假設我點選 現在左手方的這個小物料格 那它就會出現 就是我們現在 被料倉儲跟 線邊倉儲的 這些狀態 然後 分別點選的時候 它會出現各個物料的一些 相關的資訊都會顯示在上面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只要單看 就是 單一個料格的狀態 那我就可以點選 左手方的 左上方的這個小的 一個物件區塊 那這邊的部分就是屬於 被料倉儲的部分 那你在往 你的 右邊做滑動了之後 它就會出現一個 線邊倉儲的一個狀態 好 那這個就是 可供使用者來做一個 習慣性的選用 那在我們的狀態裡面呢 我們用顏色來 分 就是 現在目前 加工的狀態 那黃色的部分就是有帶加工 那上面會有 顏色來指示 比如說我現在目前黃色的部分是19格 那表示說我有19格現在是帶加工的狀態 那加工中的部分是多少格 它會有一個統計輸出 那 已完成了有多少格 就是現在在成品倉的部分總共有幾個 那 紅色的部分就代表異常 好 那這個介面講解完了之後呢 下面就是我們的一個 AGB 跟 CTU 的執行狀態 那如果我們系統 AGB 有在運作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的 底下的這些燈號的部分 AGB 上方的這個 數字上方的這個部分呢 它會顯示燈號 所以你就可以 很清楚的了解 知道說 現在目前的 AGB 或者是 CPU 上面 是不是有料盤 然後 它們是不是在運作 好 那我們再切到原來的主畫面 那除了 就是 整個監控倉儲的狀態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去看一下 AGB 的動態 那這邊的部分是 會有一個動態的呈現 那所有 車輛 包括在這個場域裡面呢 不管你是在 智慧製造的 的場域 或者是在 智能物流的場域 那 都可以看到現在目前就是 AGB 跟 CTU 的 一個動態的分佈 所以今天如果 我的車輛 有去做派工 或者是他現在目前正在走行 那我們上面的這些 小圖示的部分 就會跟著做移動 好 那我們也可以單選 比如說 我今天要看 哪一台車 然後他的 現在目前的閒置狀態 或者是派任務的狀態 還有他的電量的資訊 都可以由這個界面來做 清楚的來看到 好 那這個是 我現在目前點選這個是 HV 的部分 那在 這邊的部分 就是屬於 CTU 的部分 他就會 直接在 就是我們 視窗上面做彈跳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現在目前他的 他的任務狀態 還有他的充電量的資訊 還有坐標位置 等等資訊 好 那接下來呢 倉圖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知道倉圖的 架動率 那我們 由我們倉圖的部分 可以看到說 現階段我們 今日出貨 或者是說 今日入庫跟 今日出庫的一些資訊 然後他的 物料種類的分佈 還有 各個狀態的一個比例 他都可以完整的呈現在這個 倉圖的使用率上面 然後供使用者做參考 另外呢 我們的系統裡面 還有物料追溯的功能 所以 今天如果 在物料的 移動過程當中 他可能有 去做上架 或者是入庫 或者是出庫 或者是執行 什麼搬運的動作的時候 在我們的系統裡面都會有一個 物料的 歷程追溯的動態 好 那各個 操作日誌的部分 我們就會有 使用者的權限的部分 來可以看到這些訊息 好 那我們 在 設備維護的部分 我們會有一個 保養的一個檢點的 一個畫面 那使用者的部分 他可以去 新增他的保養資訊 那我們這個部分可以選擇 是周期性的 或者是 每個月 或是定期的保養 那 當這個新增的這些保養檢點的項目了之後呢 系統就會動態的去提醒使用者 在哪個時間點 我們的什麼設備要去做 預防保養 好 有一些故障排除的部分 我們可能會 去使得 某一些 倉位的部分 我們要去做 強制的除倉 或者是說 我們 當我們盤點有錯誤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去做一個 強制除倉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 有設計這樣的功能 可以去讓 某個 現在目前的料架上面的 一個 產品 可以去做 強制除倉的動作 來做 褲竹的調整 或者是 掉波 好最後呢 在系統的 錯誤的警報訊息裡面呢 這邊會有一個當前的歷史警報訊息 它可以去 點選你想要篩選的一個資料篩選的日期 有起始還有中止 那供使用者來做 就是 警報的一個 參考 及改進 好 那在系統設定的部分呢 這個就是有設定 基本的 模式 還有 物料的種類 那在我們 現在目前 的 加工的產品裡面呢 我們會去綁定好 就是物料的名稱 還有 所需的一些 物料清單資訊 都會在這個裡面 可以去做 基礎資料的設定 好 那以上是我 對 WMS的系統來做一個 概況的說明 這一站 所要跟大家示範的就是 減料入庫的一個 燒入站 那 我等一下會 介紹一下就是這個 實際上的減料要怎麼去做入庫的動作 那當我們 原物料的部分我們要去執行上架的時候 人員 第一開始的時候應該是先在 旁邊去做物料的裝填 那裝填完 原物料之後呢 我們會去做一個燒入的動作 那 我們的系統的 在 減料入庫的 介面上 我們就可以去點選 料盤的編號 然後我們去執行 就是 條碼的掃描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去選擇 物料的種類 比如說 我現在目前是要去做 車用的 水箱零件 所以我會去點選 去做選擇 那燒入的數量根據我實際上 目前裝填的數量 假設是滿盤是12格 那我就填12 好 那這邊的部分就是 指定倉位跟不指定倉位 那如果勾選指定倉位的部分呢 則有人工的部分來指定現在目前 所要入庫的一個倉位 那在點選這個指定倉位的部分 它就會 顯示一個物料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就可以去點選 好 那今天我可能要去 上這個位置好了 好 那我就去按選擇 選擇的時候它就會指定這個倉位的位置 那接下來我就去按 就是 HV 去車 那就會執行燒入 那在這燒入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 已經裝甲好的物品 然後我們要去 讓它上到我們的 HV 車上 那這時候呢 我們才能去 做一個 燒入的動作 去按 去車 裡面 我們要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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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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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